兄弟相對的黃金戰士陳志遠 還有恰恰彭正銘出版個人寫真書 這是兄弟相對第二次推出了一系列的球員個人寫真 一上市就成為熱門暢銷書 今天這兩位人氣球星出席記者會 除了大力推銷自己的寫真書之外 還要跟球迷分享拍攝的甘苦談 其實在拍的過程其實都蠻累的 因為我都在大太陽下 陳志遠都在 我也是啊 可是你也玩水啊 我知道最後這個景才玩水 就玩水龍頭 兩位寫真集主角對哪一種造型最滿意呢 陳志遠說每一種都喜歡 至於彭正銘的答案則有點無厘頭 裡面呢你有沒有特別最喜歡的 你哪一個造型自己最喜歡的 過面 為了增加買氣 陳志遠還大方展現好歌喉 來感謝球迷的熱烈支持 兩位球星禮拜天在金士堂的丁州店還有一場簽書會 只要購買寫真書就可以獲得兩位明星球員的簽名 喜歡他們的球員朋友可要把握機會 獻給愛籃球的你實現NBA的夢 紅筐NBA球星感受NBA美麗 NBA官方青少年籃球推廣項目 在2017到18賽季全球71個國家 2640萬個青少年熱情參與 6月5號到7月11號 60隊高中列強 32隊國中競旅 屬於籃球少年的NBA夢想舞台 這一次台北實現 今年球季結束後 我將卸下球員身分 這個球穿越投手方線安打 在好的球隊我都待過 在爛的球隊我也待過 哲平在跑的一個瞬間 老老老腳受傷了 我相信我們只要打出好的成績 球密會看到會支持我們 成功是需要代價 但這個代價是要付出很長的時間 在批評之下成長而拿到勝利 這樣的成功我想更值得回味 大象步伐雖然慢 但是他總會達到終點 還會被大到達的